各位无名高地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潘鲁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咱们接着聊 上回聊到了这个 由于激烈营造 我不能再教学了 我就去修校室了 这个正好给我一个好好去看书的机会 而我的知识解构 还算在传统中国人眼里面 就是说我是很喜欢读书的 因为我读书不是像求生节的一种读法 把史记看到青石膏 我没有 我用代入法 我把史记前面一半看了几章 知道它什么一个内容 然后看到青石膏抄一个底 大致看了一下 然后把朝代带进去 都一个结论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 其实这个话说的又有问题了 你怎么能说是中国的历史 中国是现代的称呼啊 那怎么了 我认为是华夏社会的一个政府监视 我们还要考虑到以前的非政府时期的一个社会状态 还要考虑到民间活动的状态 所以这个二十四史的这个含金量是在我眼里是比较低的 而且它也没写到什么民间的东西 写到文学性的东西 它都是帝王的这个传递 都是权力的一个继承 所以我基本上没有看 还有人向我推荐知识通鉴 说实话 我看的比你惊得多了 我就把三十六级全部背会了 我现在都能倒背入流 你说你知识通鉴还不是三十六级里面出来的 那么借刀杀人了 项鱼项刀 这个就不去看了 说实话我还真没看 我买了我没看 然后我又看了那个国外的事 我意识到我要去看国外的事 我不能受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因为这个我肯定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本身就非常喜欢历史 我是学地理的 史地不分家 然后我在大学里就看了很多的历史 而且看了国外人写的历史 其中有一本书我在兰师大大学里面看的 对我影响非常大 应该有的朋友知道 就是康英比的历史研究 我当时是地理本科生 我看的是这本书 这本书很多朋友知道 学历史的人看都觉得非常的难懂 因为我有很好的一个文科基础 哲学基础 我这本书我每年都要看一些 而且每看一遍我都能得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观点 那我看这个东西 我基本上就把它的系统的东西 有一个大致宏观的东西 就是人类文明的整个演绎 包括现代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中国人 华夏人也是从东非走出来的 这个基本上是学术界的供认的 我们光是从科学认证上就觉得 中国人其实原来没有中国人 原来是这个直立人 直立人走出非洲峡谷 然后到了东亚平原才有我们华夏人的祖先 这个话不说了 我要看国外史 我其实花了很多的工夫 我买了一套剑桥史 剑桥中国史 剑桥世界史 全球通史 包括杜兰特先生的全世界文明史 那么厚厚的我都啃下来了 还有几本重要的历史我都看了 中世纪史 欧洲中世纪史 罗马帝国衰亡史 深圣罗马帝国史 这些东西我都看了 所以我现在到荷兰来跟他们讲荷兰历史 他们很惊讶 你这个中国人对我们荷兰历史怎么这么了解 所以我这些都看过 然后呢 我又历史看了之后呢 我又回到了这个中国史 世界史看完了再看中国史 在这个视野就不一样了 我看了一个哈佛中国史跟剑桥中国 中国是很厚的 汉史名史都很厚很厚的 我也是读读提纲 然后提曲提曲观念 就这样一路就下来了 最精彩的部分是旭 和它的后面的八都是非常精彩的 我看一下 这个书就读到这里了 光读历史还不行 有一本书对我印象也特别的 我在苏州图书馆的哲学部分的时候 我看到一本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它上面有一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它说的是中国没有历史 中国的历史是王朝循环的历史 我就思考黑道道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黑格尔又说历史有三种历史 第一是精神的历史 神学的历史 第二是社会的历史 第三是反省的历史 我觉得这个对我印象很大 因为黑格尔的尺度是不一样的 人家是大则 我觉得我光看历史不喜欢看哲学 所以我大概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把这个历史 我其中要补充一下 我是看了国内著名的两位学者的 应该说是华人学者的这个著作 一位是袁伟师先生 他的名著《晚静大便局》 这本书当时苏州会上是没有的 这本书要去仓库里借了 这本书它不摆在外面的 摆在里面的 我借了我看了两遍 还有一个是余英史的《现代儒学人》 这个余英史的《现代儒学人》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写得好像 我个人感觉 不是说余先生的学术属于不高 我就觉得它还是受到了我们本土文化的一个影响 它没有冲出去 大家应该懂我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看历史哲学 看历史哲学 我觉得黑格尔的文字力量 他的这种思念简直就是 令我整个眼界就开了 你一个人像坐飞机一样 你马上就上去了 你原来在中国人的模式里面的固定的王朝 它就全部拆散掉了 它就是一个思想的延续 那我对我的这个历史观就整个动摇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我把斯塔尔弗里阿洛斯的这个全球东西 我看了四遍 我就觉得我从它里面得到一个整个框架 我不再用我们传统的武断人来定位中国的历史 那个传统武断人他的出处是1938年共产沙皇斯大林的 关于人类历史的五个阶段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那个简直就是谣言了 就是等于在我眼里就谣言了 现在我在推特上还写了 不要跟持有这五种武断人观点的人来跟我辨认 我不跟你辨认 我跟你觉得没有辨认的任何的基础 而你在斯大林的影响下来跟我辨认 我们书书图书馆还是不错的 在二流的哲学框架上放了柏拉图的金氏亥书之处 理想国 理想国这么多 说实话 我真的花时间把理想国看完 那我就变成哲学呀 是吧 问题是他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 他那个理想国是当时如何来看人类怎么来建立理想国 我肯定不能说来学柏拉图我是二十一世纪人 但是我要从他这里面看出人类思想和文化的一个发展方面 因为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对我的影响很大 包括他洞穴理认 包括他理念认 包括他对绝对真理的说法 我们看到那个雅典学院它上面怎么指的 柏拉图是守指天的 他跟亚历斯多德说 真理在神那里 在天上 我们人间是没有绝对真理的 他那个科学人就是亚历斯多德的徒弟 手指的弟 老师 真理在地上隐藏在万事万物之中 在变化之中 这两个人是雅典学院的核心嘛 这个就是我开始研究哲学的一个开始 好的 谢谢各位 咱们下回节目再见 好的 谢谢大家